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件 上面还有那种刺绣小花花的衬衫 是不是看起来就比较活泼了一点 今天这些视频是想跟你们来分享一下我的六七月爱用品 虽然现在七月只过去了一半 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些东西 今天的爱用品依旧是彩妆没有很多 因为前段时间真的彩妆买的比较少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爱用 主要还是护肤品啊 一些生活好物和我同样很少分享的爱穿 那第一个产品呢 就是我618购物分享的时候 有跟大家说了这个SUNAIR的眼唇卸妆水 你们看它真的用得很快 现在就不到一个月吧 就这么点了 我之前有说感觉美宝莲的眼唇卸妆水 跟它也不相上 下午现在要收回这句话 它真的比美宝莲的卸妆力好很多 那我不是特别喜欢用CLEO的那个睫毛膏嘛 那只睫毛膏 大家如果用过的话都知道 它的防水性特别特别好 就是很难卸一定要用那种卸妆力很强的眼唇卸妆水才能卸掉 我用美宝莲的那个可能就要敷比较久的时间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卸得特别快 可能十几二十秒钟 包括那种很防水的眼线 它都可以卸得干干净净 这里也是比较水的那种 一点都不会敷眼睛 进到眼睛里呢也不会有任何刺激的感觉 我还看到有小伙伴给我推荐那个理肤全的眼唇卸妆水 说跟这个使用感很类似 那我把它用完之后 我可能再去买一下那个理肤全的来对比一下 我刚刚去补了个口红 感觉刚才涂的那个有点没气色 现在立刻好像人就亮起来了的感觉 好继续 下面这个呢是亚萌他们家的水光钻美容仪 我真的是蛮少推荐美容仪的 因为这种产品呢就比较谨慎 而且需要试用比较久 因为它单价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还是会尽量讲的详细一点 这样如果大家有就是种草 想要去买这款产品的话 可能也会了解的比较清楚一点 我用下来是觉得它比较适合清零肌 主要是改善你的肤质 平衡你的油脂分泌 改善一些粗糙啊 暗沉的问题 我上一期Vlog就有很多素颜的镜头 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 我用它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皮肤真的是比较细腻透亮 我能坚持下来用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使用真的很方便 不像很多其他的美容仪 你需要涂很多凝胶在脸上 它这个就是在涂完护肤品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去按摩 里面的离子导入呢 就可以最大程度上促进你护肤品的吸收 让你的那些护肤品最大程度上发挥它的效果 相比于晚上用它 我觉得早晨用它 就在我个人的脸上效果会更加明显 尤其是如果我前天晚上熬了夜 我的整个毛孔就会有一种向下走 然后很憔悴的感觉 按摩完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整个脸色看起来比较好 就肤色没有那么的暗沉了 而且它的那种就在脸上酥酥麻麻的那种电流感 其实也可以帮你锻炼脸部的肌肉 就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及时消水肿的效果 让你的整个轮廓啊比较紧致 不会有那种下垂的感觉 它还有一个这个周护理模式 包括了一个深层清洁 超渗透导入眼部护理和一个蓝光冰敷 一套做起来真的是很有仪式感 我每次敷面膜的时候就会用它这个超渗透导入模式 用习惯了之后就感觉那种酥酥麻麻的电流感还是挺舒服的 每次用完之后脸都是很饱满很水亮的那种 反正我是觉得啊就是敷面膜的时候搭配使用它 效果真的比我单敷面膜要好很多 它这个是还带有射频的 所以也可以稍微满足一下抗初老的需求 我前段时间就眉心这里长了一颗那种红肿的大豆豆 我就用它这个蓝光模式就每天去照那个豆豆 这种蓝光呢可以杀菌嘛 所以豆豆就会好得比较快 我现在基本就是轻轻地盖一层粉底 也看不太出来啥了 我没有再夸张地讲 我现在日常护肤真的是离不开它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就是坚持使用一个美容液 这么久的时间了 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建议你们先从一档开始 等你慢慢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往上加 我现在是一直都用三档 我是觉得反正档位越高效果肯定越好嘛 下面一个产品是我搭配这个水光钻去用的 就是这个欧莱雅的 这叫啥来着 就这个欧莱雅的这个安平面膜 这个面膜还是我618的时候买欧莱雅的那个防晒 它送我好像十片还是几片 反正送的蛮多的 最开始对这个面膜并没有太多的期望 但是我后来去做功课就有人说 这个安平面膜搭配水光钻用就效果很好 所以我就试了一下 结果就是爱上真的很好用 它这个安平面膜呢就是这边是精华液 这边是面膜 精华液量很多 然后质地也比较稀 面膜只是那种偏薄一点的 就敷在脸上很服贴 用这个美容仪去按摩 它的面膜还是很贴合你的脸 不会在脸上皱来皱去的 而且因为它够薄嘛 那个红光也是可以穿透它照射到你的皮肤的 我是觉得这两个搭配起来 那种补水效果真的蛮好的 每次用完之后脸都是很饱满 很水亮的那种 作为那种日常的补水保湿还是很不错的 我现在只能用这个剩下的包装给大家展示的原因 就是这是我今天用完的最后一包了 然后下面是一个水激活这个品牌 他们家的一个基底液 基底精华水 这个呢是他们家之前给我寄的公关礼盒 我就某一天突然翻出来就想说用一下 这个不是广告啊 结果用着用着就用完了 补水效果还挺好的 觉得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搭配那个二分之一省水化妆棉 去做一个水膜 敷可能五到十分钟左右取掉 整个皮肤就是很饱水的感觉 因为很多精华水都比较贵嘛 你用来做水膜就会有一些心疼 那它这个就是二百多毫升 一大瓶才一百块钱 好像感觉性价比还挺高的 质地也很水 没有那种年华的感觉 所以用来做水膜真的很舒服 这一瓶用完了我也没有任何不适啊 或者过敏什么的状况 这瓶用完之后我还会再去回购的 下面一个我最近很喜欢的就是 竹马龙的这个护手霜 我好像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在爱用瓶里面说过 反正最近又爱上了它 它是那种比较偏厚重一点的质地 你抹开之后是会感觉有一层油 附在你的皮肤表面 按摩一段时间之后 那种滋润度是会完全被皮肤吸收掉 你的整个手就会立刻变得非常的软嫩的感觉 而且它不是那种涂了一会儿之后 滋润度就消失不见的那种 持久的有帮你带滋润皮肤 反正它比我手头所有看推荐买来的护手霜的滋润效果都要好 如果你跟我一样 手部皮肤真的特别干燥 有一些那种干纹的话 这个护手霜真的去试一试 效果真的超级的好 我最近很爱的底妆 就这个Blank Me的骑士粉霜 这个粉霜我之前有跟他们合作过 但是今天不是推广 真的是我很爱用它 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介绍的还蛮详细的 流动性不是很强 但是延展性你们看特别好 遮瑕度的话算中等 如果你想要遮瑕度高一点的话 它也是可以叠加的那种 虽然它看上去是那种比较厚重的粉霜质地 但是上脸之后完全没有粉感 非常的贴肤 就很像是你的第二层皮肤的感觉 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个粉霜 它最让我经验的其实还是它的持妆度 我每次用它 我都觉得它是那种紧紧的扒在我脸上 如果我有那种需要在室外待很久 即使出油出汗 它都完全不会脱妆啊 服粉卡粉 完全不会有底妆 还是非常的完好 妆效反而会随着你出油 变得更加的细腻好看 我之前看它的介绍 说是比较适合偏油性的皮肤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干皮一整天都是待在空调房里吹空调的话 就不要用它了 因为会非常非常的干 它不是那种会卡纹或者是卡粉的干 它有一种你整个脸就是绷住的干 反正就还挺难受的 所以干皮呢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使用环境 再考虑要不要入手 然后是这个Everbub的粉铺清洁 诶 有对焦吗 Everbub的粉铺清洁剂 我每次化妆之前都会洗我的粉铺 化妆工具的卫生真的很重要 为我们的皮肤还是要勤清理这些化妆工具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清洁力很好 就可以把粉铺里的那些粉啊 彩妆的残留全部都洗干净 而且它没有什么味道 就这点也很好 我不太喜欢很香的那种粉铺清洁剂 你上妆的时候会一直被那种香味围绕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买一下这个 下面一个呢是小灵制药的洗眼液 这个洗眼液也是我完全不能没有的一个产品 很多人都说经常用洗眼液 对眼睛不太好嘛 但是我觉得偶尔用一下还是蛮有必要的 经常化眼妆你的眼睛里 可能就会有一些睫毛膏或者是眼线笔的残留在你的眼睛里面 眼睛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异物感 特别特别难受 那用这个洗完之后真的舒服很多 而且你是真的可以看到它是有洗出来一些脏东西的 我之前用的一直是纯橘色的那瓶 那瓶就是完全没有清凉度的比较温和 这个是黑字的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清凉度 但是不会很难受 用着也还蛮舒服的 如果你是平常比较常化眼妆的话 我觉得这种清洁也还是蛮有必要的 护肤品啊生活小我都讲完了 下面来介绍几个我最近很常穿的衣服 先来说两件T恤 就是一黑一白的这两件 没啥特别的就是纯色T 我现在就是特别懒得收拾自己 每次出门就穿这种纯色T恤再戴个帽子 版型也是比较宽松的那种 所以就特别的随意舒服 可能有一些人夏天比较喜欢那种非常薄很柔软透气的T恤 但我个人是喜欢这种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穿起来有一点点挺度的那种 看起来质感会比较好吧 但是相应的也会稍微热一点点 我最近真的买了蛮多纯色的T恤的 就是比较基本款的那种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你们可以弹幕告诉我 到时候我出一个合集 但是都是基本款 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看 下面呢就是这件啊 大家这个也是最近出镜率很高的 Lululemon的这件运动短上衣 我这个也真的很常穿去运动 但它平常其实也是可以穿的 就不一定非要穿去运动 材质呢就是非常的有弹性 也很舒服 颜色呢就是这种土色 土棕色 我觉得很高级很好看 有一个这种皱褶的收腰 所以它就会把你的腰收得很细 整个看起来就是肩宽腰细的那种 比例很好的倒三角 但是它这个颜色会稍微有一点点显汗剂 就是出汗多的话 它就会颜色变深 所以如果你想买这件的话 要看看自己见不介意这个问题 好啦那这些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最近发现了一些很好用的产品 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给你们一些比较有用的参考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